好 还记得吗 在16号的时候呢 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城市马利波 有上千名的民众躲进一间大剧院 不过呢 这个间剧院是被轰炸了 当时呢 乌克兰方面 他们是说 就在我画这个红色圈圈的地方 他们说在剧院的旁边 其实都已经写上了有小孩的字样 却仍然遭到俄军的轰炸 当时的消息是说只有被轰炸 但是呢 刚刚马利波的官员是最新表示 在这起轰炸当中至少有300个人死亡了 好 这是马利波官员的公布的最新消息 那么呢 在他们当地的官员也公布了 这个剧院招到轰炸前的样子 这个上头呢 是还没有轰炸前剧院市长这个样子 下面这张图片呢 就是被轰炸之后呢 真的是满目疮痍的样子 他们透过对比图来指控俄军的残忍 另外呢 根据这个300人死亡的消息 跟英国的卫报报导了 他们认为数字不止300个人 因为呢 这个卫报说 当时其实大约有1300个人是躲在剧院里头避难 但轰炸过后只有150人从废墟中逃出来 因此呢 在英国的媒体他们认为 这个死亡人数应该是不止300个人 好 当然呢 目前为止马利波遭到一个月的轰炸 情况真的很严峻 现在有英雄出现了 来看到就是图片中 这一位呢 他是乌克兰的警察总长 他叫做阿布罗斯基 他今天对媒体宣布表示说 他愿意成为恶军的人质 换取现在目前困在马利波的孩童能够安全撤离 好 这名乌克兰的警察总长 他说我自愿要去当人质 换取儿童的安全 也被外界视为是真英雄 好 战争达到现在一个月了 乌克兰的坦克数量竟然变多了 好 这是美国媒体呢 这个富比士的报导 他说呢 乌克兰军队现在拥有的坦克数量 竟然比一个月前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还要多 好 原因呢 并不是因为乌克兰建造了全新的坦克 是因为乌克兰至今已经缴获 至少了117辆俄军的坦克 所以呢 目前乌克兰是用俄罗斯的坦克 来攻打俄罗斯的军人 好 最后一则新闻来看到是 在这场战争之外 我们的这个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好 他释出了最新的画面了 就是呢 他昨天去试射这个飞弹 他把他这个飞弹变成八分钟精美的微电影 我们没有做任何放慢的动作 这是他们释出的影片 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效果 搞得跟那个好莱坞的电影一样 而且这个金正恩还变欧巴 很帅气 穿着皮衣 然后戴着那个墨镜 然后慢慢的走出来 感觉就像在拍这个英雄片 那么这个北韩官方 释出一段影片之后 也在网路上立刻引发了话题 就是战争打到现在呢 这个俄罗斯的官方动手要抓叛国贼了 消息是由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他今天最新公布的消息哦 他说呢 位在中俄边界有一个城市叫做哈巴罗斯夫 的这个里头哦 因为有一名男子他企图出售机密的数据给乌克兰政府 现在遭到拘留了 罪名就是照叛国罪来这个判处哦 还有另外一项最新消息是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消息了 他说呢因为目前不是有很多外国的雇佣兵到乌克兰境内去帮忙 乌克兰要去打仗要对抗对抗俄罗斯吗 但是刚刚乌克 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公布了最新消息 他说呢他们使用了叫做一款这个俄罗斯境内最难防的飞弹 叫做伊斯坎德尔飞弹轰炸了乌克兰的外籍佣兵基地 这是刚刚最新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哦 他们其实有公布了一段影片 好那这个呢是他里头公布的照片就是这款飞弹哦 另外他还同时公布了一个画面 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这个俄罗斯军人 他们在发射这个飞弹的这个操作的一个面板哦 另外呢这个部分就是那个乌克兰佣兵的 由这个俄罗斯军方公布的这个图片哦 他呢就是用这个卫星的方式来看他们的所在地 然后发射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飞弹哦 短程的弹道飞弹 然后呢摧毁了大约是一个60米长的建筑物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讯息 他说呢这个他们炸毁的地点哦 就是乌克兰外籍佣兵的训练基地 好这是刚刚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消息 提供给你 放久了好像你就不知道哎 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 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呢就不用担心 他只要把这个倒进去三分钟 三分钟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啊 四公升很够用了啦真的 那这一组呢大家扫这个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经开始上架了哦